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在A技术给Estar的比赛中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 首先就是教练小兽的BP,在关键的决胜局,他给自家队伍拿了大后期的阵容 加罗加上那可露露,而Estar直接是前中期发力的阵容,直接就被平推了 之前跟微博打到决胜局,小兽同样给魏扬拿了露露 结果被暖阳的蓝灵王把野区都反烂了 现在的版本不适合大后期,对手不会给你拖到后期的机会 另外选手的差距也是输掉比赛的原因之一 尤其是对抗露,一安也然成了S组最弱的边路 这场比赛同样是对抗露的坦然拿到了两次MVP,已经能说明一些问题了 另外微博的子墨和GK的摆受,对位也是压制一安的 就算是被零风的TTG,轻轻的表现也比一安更亮眼 A技想要留在S组,这是一个不得不注意的大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,九成和艾斯的前中期节奏较慢 但相比之前猫神和效应的组合,效果已经有很大进步了 现在A技在S组确实没有站稳脚跟,但他们依然有机会 而且经过几场比赛的学习,相信他们会更加精进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A技目前的问题呢